第一個是我們自己的背景 是做Production Design Company 那額外呢 我們跟比較有志一同的夥伴 今年額外等幾個公司 本來是要進基金會 但我們發現營運可能沒有辦法 是一個對 那也經過朋友的引建 沒有發太多資料 study 才發現有一個社會企業 這樣的一個項目 那覺得非常mesh 所以有今天的方面 非常好 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創建整個的架構 比較是的思維是在於 我們透過一個現在在數位科技 可以達成的監測架構底下 去每個土地有序 以及商業機會 大概是做這個事情 有 簡報我看 好 那我大概做一下一個demo 然後可以比較明確的理解 對啊 好 你要先跟過來 那個我們 你這個是有XMI輸出嗎 也有 如果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建議員 因為這樣子 會比較好 比較感動 是啊 主要是因為 眼淚可以稍微比較小 沒錯 哈哈哈 好 那我們的運作模式很簡單 如何去運作 就是第一點 目前我們的組織只跟全球NGO組織簽長期協議 那NGO組織在第二步 它必須按照我們的SOP去做紀錄 以及把Database導進我們的Database 那我們可以造成第三步 就是我們可以取churker的input 那接下來造成商業連結 是我們就會有一個Treeshop 以至於可以to view或to give一個Tree Manager的使用狀況 那實際的運轉就會來到這裡 所以目前的第一個計畫我們是在全球種樹 那2020我們希望台灣會是接下來的這個基地 那每一棵種下去的樹我們會透過一個chucker 然後這個chucker像這個for sample tree的部分是在非洲的烏干達 那做到定位之後呢 它有三個權限可以去使用 如果一般的consumer跟我們做主動的話 基本上種下去的每顆我們會拍一張照片 然後接下來我們告訴你這個物 總NGO組織種在這片林地 假設是風調雨順 五到八年會長成這樣的一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學樹流的天啊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會告訴你 種植的Farmer是誰 它背光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不小心它是網紅 你可以直接跟它溝通 那當然大部分的溝通會是經過NGO組織 第二個我們是 第三個我們是經過了 有關於探權的換算取率的部分 在現場的林地以及這個物種 我們會把它換算取率直入進去 從你訂閱這個頻道 一直到目前的觀測 我們會把這個探權 歸屬在一般的Consumer 接下來的事情是 每一個國家 我們的NGO組織都會出一個證書 那今年2020 我們就是希望在台灣 去做一個開啟 那旁邊呢 我們會去植入兩件事情 會在下半年 第一個事情就是聊天機器人 所以它會分為三種 Label 這三個Label 第一個就是一般Consumer 或Tree是10顆mini 第二個是 如果你想要當森林的林長 是1000顆為單位 再來你可以當林務局長 所以這三個Layer 可以跟不同的權限人去做溝通 原因是在於 我們造就商業連結的過程當中 過去三年 其實我們的背景 有常幫很多國際品牌 去做永續的一個市場行銷案 那包含去年 我們跟慈禁基金會合作 其實在台灣種植的 我們是種植批 也就是海岸的防風林 那挺可惜的是在於說 透過政府標案 因為他們是屬於有種植權 那政府是一年一標 所以很常 我們給它100塊 它是直接拿100塊去種 可是種樹 可能沒有辦法這麼種法 對啊 對 那就衍生一個問題是 如果今天我們有機會去做數位架橋 是以後我們的展望模式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在這樣的一個紀錄模式 換算曲率 可以在公標案裡面把KPI 讓政府知道100塊要分3年或5年 這個曲線種樹 沒錯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先解決了前端之後 因為過往 因為我們做了3年嘛 我們自己也做了很虛 因為第一年種100塊 第二年剩20 對 那我要種80 可是第三年可想而知你補完一把 還是會剩20 對啊 那所以如果透過曲率換算 正常來講 應該我們種的量少 但是成功率會高 培植率會來到70%到80%左右 可是這個他的監督是誰來監督 監督就是有 事前有一個 沒錯 就是我們跟NGO組織的方式是這樣 他要拿到我的潰償金 也就是補貼的部分 他必須按照我們兩個共商好的 這一些監測機制 對 但我聽說他如果現在就放聲明 哦 他不行啦 因為他要拿到補償金是分批給付 那我對於消費者的權限 因為他會來 我們是事後給付啦 沒錯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沒有什麼定金這種事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因為他的第一批資金不來自於我們 是來自於品牌 聽懂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他的這幾部條件 我們會在觀測權的部分 一年會有三約 比如說 一年我們在他的生長期限 會有三次固定的外胎 這個外胎會去記錄這個林地生長狀況 用來去取決我們如何跟他QC 這是第二個 那消費者也會在我們的APP裡面 造成娛樂性的黏稠度 原因是因為這棵樹 每一棵都可以以人為命名 OK 你可以以人為溝通 這個後面的遊戲的話其實都很棒 好 我現在只是在想他金融模型的一些弱點嘛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NPO這個不完了 這個你們已經預防到了 沒錯沒錯 那這個參與的好比像說他沒有中 但是拍了一堆中的東西 這個你們靠參與實驗證嘛 那如果參與實驗證成本比較高的話 那至少你有一個類似即時聊天的這個狀況 因為事實上你很難飛過去嘛 尤其現在現場的狀況 你根本不可能 沒錯沒錯沒錯 對你就是讓在地的NPO去擔任這個參與實驗證的類似保證人嘛 好 然後我們再補充一下就是你講的缺口就是目前在2020的2021我們會去解決的 就是我在這APP裡面會植入AR 所以透過換算取利 以及透過NGO組織幫我們驗證這顆指數 它是guarantee有活下來的情況底下 我們的database的modeling會是植入好 所以他會比較像我們跟各大品牌去做的AR是 透過我的命名 我要看到到他不是為了我要過去 只是為了打卡 去證明更正確的自己 那你透過AR叫出來就好 我也聽懂 我也聽懂 但是就是說這個當然我們不看到實景 不太知道它 就是到底有多有用啊 但是我理解你這個模型的概念 這個概念當然是有可能可行的 好 我們有做一個DEMO 直接做一個 來來來來 我們這個不能接投影嗎 可以可以 你就接投影 我們現在剩下全都不用飛上 沒問題 別走 一定有 非常的嚴格 好我們的DEMO模式是因為 我們目前在世界地球日 我們會做宣示嘛 那六月份會直接跟華山合作 我們會有把我們去進入市場 其實我們定義叫做好事的交易所 我們會直接把這交易所在那邊展開 讓各界有參與前瞻計畫的品牌 集團 那來這邊做宣示 那在我們這個裡面啊 我們有做一個事情就是在於 我有找藝術家也好 或者是 這個時裝藝術師也好 他會透過在這邊我們所公開的質地文理 然後讓他重新去詮釋 那詮釋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的升長曲率 我們就會在這邊直接看得到 然後他的探權部分 就是在這裡 這是一個DEMO 一個DEMO 譬如說這個集團 好像是沒有動 對這個集團他認證的區塊是在這裡 他在這幅圖上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我們這邊如果有做他的Special Event 你會在這邊直接直播 這個就比較像 沒錯沒錯 所以這樣的東西他會造就一個 就是說在聯名機制底下會形成特色 而這個特色他綁定 譬如說800個訂閱權 他也可以分享給這個集團後品牌的公司 對對對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的營運模式 那在這營運模式底下 因為我們未來的願景其實不僅是重數 因為台灣其實不能講缺數 缺的是各式各樣的紙批 所以由我們另外一個單位 發起了之後 往後的三連目標 我們其實是要完成一個計畫 叫做土地訂閱 因為我們認為所有的土地都是booking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做一個示範 那我幫我拿這個 好 以我們自己公司為團隊的時候 我們會去架構經營去思考說 所有的商業契機 在永續前進的過程中 還是要經濟做基礎 所以一般我如果是營運團體 要加入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一定考慮的不是永續環保 一個是民生、避稅 或者對我有什麼好處 那我們其中先前瞻的一塊是 目前有我的本公司 本來就會需要一年 有三節要正米的部分 那這部分本來就是既有預算 那現在的風氣 又不適合去正銀牌 或者貴的東西 所以當這個計畫 特別有意義的時候 我們就會參與 那我們參與的方式就是 有我們公司 就已經在這個計畫裡面去認兩個 在花東有一塊有機小農 它是第二期翻轉 那有一分地 這五分地呢 做一個出行的model 這五分地如果它是種植有機的米的時候 它會約莫產 這樣的一個3G包裝 所以它已經有有機驗傷 已經有了 對對對 所以等於你這都是一個 參與師共保系統的視覺化 不見得 是在於說 如果它的氣轉 是在於有趣土地 都是有好的契機 比如說 修根轉載根 五毒轉有機 我們就會有貼補 有參與 但是在未來的model上 我們的心比較大一點是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觀測權 收取市場的經濟之後 其實我最終不跟農民要產物 而是要產值 所以在這個model裡面 當它這樣的一包名 我收取了市場的訂閱架之後 我們會去做數位平台 讓它觀測有娛樂性 可是 在農夫 你的衛星圖 你會看到它的春耕 育藥有秋收 然後這個秋收之後 會在坎叔們不知情的情況 比如說農曆的年夜飯 你會收到來自於你關注的土地 你看到它越來越好 給你的回饋 有點像認養 有點像認養 但是 為什麼要在他不知情的情況 因為 我們現在發現 有一個狀況 是人的心理曲線 當他知情的時候 他就會去標的 我收的錢 為什麼買這一包 我這麼貴 你不要產生對價 那第二個 市場會的小孩 莫名其妙 挑一個時間給你寫的信 沒錯 沒錯 那第二點是更重要的區塊 是很大的缺口 我們進入永續經濟的時候 其實 農夫 修根比例高 不在於 他不賺錢而已 是在於很大的風險會賠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在衛星圖 看到插秧 綠油油 即將縮省 結果颱風來了 看到驗水 你會有側隱之期嗎 但是我們還是會去回收農民 大家認為沒有價格的東西 產生價值 比如說 這個是米人 我們吃的40%營養價值 額外還有很多被拋棄 比如說米糠 米梗 那目前我就是找台灣的人生廠家 把我這塊地的米糠 回收之後 煉製成玄米油 那玄米油 我們會去製造台灣的馬賽兆 或者 現在的 提倡防疫三步驟 勤洗手 但大家不會帶肥皂出門 那我們就用巧思去把那個 口紅膠 製成西行罩 那這樣的西行罩 在透過台灣特有種的青草店 去做複合非方殺菌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種議題 所以在循環經濟裡面 最後我們的目標是 可能不要去跟農民要產量 而是我去貼補它 guarantee市場的零售價以外 如果它欠收而是可被驗證的 我還是用政府寶售價賦予給它 但是它所產生的代謝物 必須提供給我 成為再治體 那這個大概會是我們的目標 這是循環設計 這我了解 但是我還是想回到那個 參與區公報裡面 所以我現在透過這個視訊 看到這個 那假設這個農民又是個網紅 現在農民網紅很多 那所以怎麼樣 我可以看到節目 那我可以跟那塊地聊天嗎 Message是可以的 對嘛 所以那個農民他除了種地之外 他整天就會有一堆 參加你們系統的人來問他問題 對 不見得是在於我們後面有補充一塊市場 就是這個市場是本身我們的本業在做 就是說 我當收取了訂閱價之後 我跟農民形成是承諾式的七座合約 對 這七座合約我賦予它零售價的前提底下 因為我保障了他的經濟收入 但是農民是人 他們也很懶 所以在這前提下 我要讓他們有期望值 就是我的承諾式合約 比如說他出產一千包 他可能要一百二十包給黑康德 我會帶來幫他轉正給 比如說你經營三星主廚養群 然後他們吃吃看如果好吃可以入產 他不用付我錢 可是每一年我們黑康德會辦一次土地博覽會 這博覽會無論是小型或中型 會有這些人來幫我們的評審 所以簡單講 就在活動發生的時候 他才有投入時間去回答問題的需求 其他都是聊天機器人 或者他B2B的時候 這些小農有機會上台面上 因為他本身就有經營社群 所以就無所謂 並不是無所謂 我經營社群是我的同溫層 他們問的都是我要散播出去的 沒錯 所以是貨保盤都會來踢館 這完全兩回事 沒錯沒錯沒錯 對對對 所以在國外我們的機制是 Message 由NGO組織 帶我們傳遞歌回答 知道了 但是其他娛樂性我們是直入聊天機器人 對對我知道 我只是說因為你的畫面上面 剛剛那個在跟土地聊天跟樹聊天 跟農民是分得很開的 絕對不會有人搞錯 我只是要提醒你說 因為台灣同時也有在做PGS 沒錯 你也不要傳遞一個錯誤的訊息 好像那個聊天機器人就是農民在回賣 是 那個就是很危險的 沒錯 因為上的積分就下降 對對對 ok 好 那這大概是我們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是在於說 因為這個非我們本業 那只在於說 我們自己的本業是不同的團隊合併 知道 那希望能夠進入社會企業 對 那所以在譬如說 我們發起的三個計畫裡面 一個是全球的技術 對 第二個叫做都會眾籌 是 都會眾籌這一塊的推廣 對我們來講相對艱難 是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公署單位 比如說北捷 領務局公款處 融壓 沒錯 沒錯 就是只要 我舉的例子是 我們一般消費者會看得到 像 北捷 我們幫他合作了很多的商品案 他其實接下來很重要的標的 是在火化商圈 因為 比如說像中山檢民站 只要他願意開放監測權 我們其實就已經可以做了 那在社群裡面 都會區我們要的是提高意識 那如果是在郊區 我們要的就是總量 那最後會有 土地訂閱制度去取代 這些所有的載體 以及他的身上 這個是我們需要的 所以 在公署單位 我們有試著接觸 實際上挺困難的 以台灣不容易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很多市政府 負責他自己的 不管是各式地景 綠色屋頂 從華國以來的各種 毒灰綠花 而且他也不一定要當環境用途 他想要當社會用途 是是是 是是是 是 那所以等於是說 你要證明說 你創造出來的環境效益 大國他們現在本來想到的環境加社會效益 這個你要量化是極困難的事情 對 沒錯 所以初步我們能夠走的 也就是在於說 因為 反而在我們推展 跟請益的期間 有很多集團 他是 無償原因加入 因為他已經看到它的效益增 對 譬如說 台北市的禁教地 或者是旁邊原住民保存 或者是在空中 對對對 因為我們沒有改變它的營運 很特殊的模式 可是造成公益以及產出產 這個是我們目前會做 那 六月我們也會在華山有三週 那華山也很特別 因為他對我們的計畫是 覺得很欣賞 然後我們本來只是駐場地 他也希望跟我們合作前行 所以 對 不過我有兩個觀察 第一個是說 當然你現在講的都是 不管捷運也好 空中也好 華山也好 都大家平常就會進步的地方 平常 所以當然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只要一丟錢進去 我馬上明天就看到它變綠 對 這個是非常棒的 這個超棒 對 但是因為你們同時有一個 遠距神式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 因為你這個飽和得很快 你能用的 差不多 談定了就能用了 你如果談完了也不能用的 接下來兩三年你也不能用 對 所以就很快飽和 那飽和之後 我在想說 這有沒有可能結合 因為當然烏干達會有烏干達 但是其實 就是台灣也有很多離島 當然 好比像說 我亂講 好比像說西語 西語 馬祖 以前叫小香港 沒錯 以前也很髒話 但是現在 因為各種各樣的元素 所以它的地景 地貌等等 都正在就是被 單一化 我們現在都想一些 比較不得罪的 那種 厲害 都有單直化的傾向 沒錯 但是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其實澎湖就已經有點遠了 那更不要說金門馬祖 蘭嶼 綠島 等等 所以對我們來講 雖然我們從綠化的角度來看 其實反而這些地方是最快的 沒錯 因為你做就是了 是啊 沒有什麼開發商 沒有人 沒有開發商 沒有人要跟我們爭 沒有要跟你們爭 對但是 為什麼沒有調多資源 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本島的人看不到 一句話想就這樣 因為我不會沒事去那邊觀光 是 對 那再透過你們的這種遠距AR的基礎 我覺得確實這個可以想一想 就是說 好比像說你任領華山的一塊 其實也沒有很大 一乘一 meter 但是我同時就幫你在洗魚 或者在隨便哪裡 放大它變成十層石 或者之類 就是說你等於是一個 我知道 要你打遊戲的概念 沒錯 沒錯 對那你這個離你近的 你可以隨時看到 它算是model 但是你離遠的 你還是可以透過這個AR來感到 對 那等你對它足夠關心了 你又開始關心它的人文地景地貌 你有一天你就會去觀光 是 那你觀光的原因就是 你要去看你那塊地 那當然花東也是類似的情況 對 所以我覺得你這兩個 有適度的搭配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因為 都市空間而飽和 沒錯 你的空間就算最後 你只分到一小塊 你甚至就是十多分乘十多分 它也象徵者 因為都市就是標的一樣點而已 對對對 它也象徵著遠處一塊大的地 就一個前電一個後場 沒錯 對對 那我舉幾個例子 就是說 包含像Light他們最近在推開Light X 對 那我們給它VB 我是Ctrl No Way做過 我想你憑什麼競爭 最後還是價格 所以我們提給它AR 會是應用我們自己的特質 就是在商業競爭上面 我們會賦予它品牌的特質 所以像它前一檔 為了世界地球 也在推著 做一層充電子輸入 六顆之後你可以免費搭一層 那我們提的怎麼會這樣 我們會說的比較重講 沒錯 你六顆電子數第七層可以由Consumer來選擇為台灣送一顆 或者你免費搭一層也沒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特質是 Line透過消費它會有一個很大的消費主機 而這主機會造成像Air Asia的航空里程 你會越做越環保而造成品牌標的 所以他們的量度就夠大了 那我們的腹地的部分 其實我們動員的時候就像你說的 第二是參與權 沒錯 我根本不是要那個回饋 他一點都不在意 他去預購一個什麼 你要扭拒權也買給我 對 那去年還可以拿口罩 對 因為口罩訂到全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用換參與權這件事情 其實你們的這個平台提供一個 給參與權非常好發生的一個管道 它等於是一個響應嘛 但是我多多少少把你的方向帶到不同的方向 就好像兩萬多個人跑去買紐約時報廣告 沒錯 那過了兩天大家都登寡了 從一個比較不成熟的變成一個很成熟的人 對 那這個就是靠這兩萬多人有一半嘛 對不對 透過一票一票去改變這個團隊的方向 沒錯 這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對 那比如說像我們提到我們遇到某些困難 比如說像風暑單位 其實在我們政府組織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渠道 我們是方便可以做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跟他要的是象徵性的 就是每個人根本就是幾公分乘幾公分 對 這個很好要 對 那然後呢 你的那個大面積 就像我講的 你反而應該原住民族的地方 或者是離島 因為他們巴不得有人來 目前的問題呢 大面積我們有兩個很好的方向 但是也遇到困難 對 台灣的NGO組織包含象徵性啊 是啊 長年在做 當然 可是啊 跟他溝通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當我們的新模式介入 他會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們跟Consumer要100塊 不是拿100塊去做 我知道 那這個就很難 要一段時間的示範跟溝通 那否則他載體是夠大的 因為我們只是把它納入這個平台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這是讓地方創生 很多年輕人回去經營的時候 獨立書店啊什麼 他第一步並不是去說服 這個社造當年 現在都已經五六十歲的前輩朋友 他們非常重要 非常貢獻 我完全沒有得罪他們意思 但是 他們做事實的方法 跟現在年輕人不一樣 他們以前是要彼此先互相熟悉 才一起做事 年輕人是先一起做事 再互相認識 這真的是不同的文化 所以他們就回去之後 先做出一個名堂 先做個一兩年 做到一個程度 不得不這個長輩開始重視他了 那這樣子他們是平等的 夥伴關係 不是夥計關係 他如果一開始就進去的話 收定就是專門幫忙寫申請書 就沒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做 對 那所以我的建議也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在你去跟像磁性這個量體的朋友談之前 也許是真的找一個 其實像當年那個 我們那個福通員 其實就是這個策略 就是他找一塊 所謂自然農法 就是什麼都不做的農法 對 那他又找一塊 大家什麼都沒做 什麼都沒做 自然的農法 對 但是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競爭對手 因為那塊也沒有人要用 對 那在那個面積不曉 然後他先證明說 沒辦法丟進去 我就是長得出東西來 那這樣的話 別的現有的量體的朋友 忽然注意到他 才會開始跟他合作 所以我也會建議說 也許用福通員那個模式 會比較好 初步就是 本來我們講比較輕鬆的 Guo是在畢竟他們專業 我知道 然後我們如果去投入 非我們專業 其實我們很辛苦 那實際上他Face的力不少 就是說 像很多企業 而且他的圓民保留地等等 很多很多 而且他也可以有限度 而且必須被要求開發 對我知道 對 那我覺得可能也許 就像你說 我們初步線從那邊做一個 對 然後 城市裡面再找一些標的物 對啊 做回亮點 因為像福通員 接下來就要到200公頃了 200公頃也不小 不小 對啊 你裡面分個十分之一來弄這個 你們也 很有能見度 有一個辛苦 是因為我們另外一個項目 在我們為的政會導演合作 對 然後他就開放他的140幾公頃 對啊 然後教室用這個東西去做提案 對 可是他提案因為他不是保留地 他一個是開發地 但是他還適合到 三個區塊的地形地毛 包含拍電影 包含商場 包含 原本的水中保持的部分 那可能我們會撰寫就會 比較傾向主臂的部分是 當透過公眾群幕在於 創作媒介的時候 大家都是把錢丟到水裡 很難看到我的時候 還不如拿來做公眾性的群幕 如果一心裡樂園 可以有一塊我的小花圈 或小森林 那我不一樣 對 我們會比較是賺錢這樣 可是 因為他計畫比較久 那我們是用本業起語的時間 理解 理解 對 對你來講 你不要做Operation 你做Operation真的是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那如果已經有做Operation的 像那個胡同園 從三十幾到兩百公頃 他們本來就得Operate anyway 那也許這是一個 你的自然合作活動 沒錯 對 那當然就是說 文創那邊 因為我也比較不熟 但是錢丟到水裡 有時候也長出傀儡花 長出餘餓的距離 所以也不一定不長出東西 但是這部分 我覺得是不是下個stage 比較好 就是說即使是你跟衛導樓 很好的交情 也許不是一下子 就給你非常一大塊 因為那樣子的話 他的Operation團隊壓力也很壯 也很壯 他比較是象徵性的 好的 好的 好 那像我們這樣的團隊 會有這種需求 比如說進駐會有 每一個團隊 可以啊 都可以啊 我們當然可以幫忙 我剛剛提到的 每一個團隊都在我們社群網上 要登錄 你自己去講也可以 因為我們會有YouTube鏈接 你可以付YouTube鏈接 對 那如果需要特定的聯絡方式 那小廷都有 你可以跟他要 對 如果有相關的 比如說 往後啦 對 疫情比較區緩 對 那或者是你們要在這邊辦個記者會 只要我在 因為我禮拜三都在 那我也可以來那兩天 這樣子 你超難約的 沒有沒有 我禮拜三是都在 禮拜三一定都在 對 好 那如果像六月份我們在華山禮拜的這種 適合方便可以邀請 那個通常我都會預錄 喔 我會預錄 好 那我也有幫他們錄一段 那我講的 大概就不是 endorse 特定的產品 我會講說 這個聯合國的 永續大目標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只要更積極的減碳 那我們就可以避免生態的浩劫 而且現在疫情 我們減碳目標都達成了 所以就表示說 這個地球真的還是有救的 等等 那就是說我可以講一些 比較抽象 在這種特殊性的 達成 真的達成 我們的契機 對對對 但是我們說減碳是有可能的 我們包含自身 因為我們還是要養家糊口 我們因為疫情才有空 把這個好好做 對對對 然後仿生量會更好 對 大概是這個狀況 好啊 那就今天先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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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你們應該是不能收禮 合照 合照可以 合照你們就 你就把合照拿下來 然後我們停在原地 沒問題 然後那個秦曉婷從這邊 好 沒問題 那就不用動了 就不用動了 有時候我們還有東西 你拿 可以啊 這盒照片裝 這盒照片裝 對 你坐在原地 是防髮還是有 那可以 對 你就坐在原地 然後轉一下就好 還好啦 那邊 往那邊看 對 if they if uh 這張 they uh s 還是你要用不適孔槳 對 先掛看一下 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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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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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